今天chart room 有人留言想問883 他說除靜前上網有多少 是否有貨 現在追入短炒有沒有水位 883 我理解 就應該好像是6月底除靜 不是 6月9 除靜 回到兩天 其實現在買真的沒意思 因為其實我講過很多次 其實不同的channel 其實港股是散門投資者或者初間投資者 經常都想著如果那隻股是派高息 我馬上衝進去 我馬上收了1元 你還要買10元給我 還要好 問題是說 其實都講過很多次 股份你除了剩 你收了1元的股息 還是要股價跌1元的 是不是 其實你怎樣才可以真正賺到股息呢 我們學內地的術語 我們要填權 就是用香港人的術語 就是把徐靜裂口 那個1元的洞洞全部填補了它 OK 那內地就用填權這兩個字 剛才我剛才說的那個 那麼湧場的那個句子 OK 那你的股份填完權之後 你才是真正賺得那個股息 這個問題是 你想想 股份有沒有這麼容易幫你填權呢 OK 其實通常都做不到 很難的 這個 通常不但短期填不了權 而且就是說 當個跌口一出來之後 短期倒轉被動的股壓 可能有些人一說完升就馬上走 OK 那就變成了短期不但不升 而且是有股壓 不是有可能 OK 那如果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說在八百三環 都差了一天除淨了 這個 你倒轉乙期想拿1元的股息 你不如倒轉 想一下 扶一扶 扶它除淨完之後 那股價先天低了1元的 那如果再壓多一點下去的 那其實是對於你不收積的 你是不是節省了1元 又再節省了它 跌了下來的那個幅度 那如果你純粹想贏那個價格 老實說一句 你想贏那個紫落的價格升上去 你這樣偷那個價格 就更著數 老實說 OK 當然整個價錢是有個缺點的 就是如果他真的這麼厲害 是可以秒殺 還是可以填到權的話 那我這個方法就是失敗了 但是其實那句 就是一殺那立刻填到權 那個機會都比較低一點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